市面上一模一样的吉他非常好找 但是这间吉他工厂 老板坚持手工制作 虽然每次看起来都很像 但是纹路与手感一定不同 加上声音优美 所以吸引很多民众 愿意等两三年的时间 让石正生先生做一支手工吉他 以前有用过外面市售的一些吉他 但是用过以后发现 弹过他的吉他以后会发现 与市售的完全不一样 不只是音色 还有手在弹奏的舒适度来讲 外面的吉他常常会 因为弹奏封闭 弹得越高的时候会发现音跑掉 甚至觉得音不准 最主要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都买他的吉他 从小除了读书以外 石正生就跟着父亲做吉他 退伍之后 放弃当时相当抢手的电脑专业 继续留在父亲身旁协助 前几年父亲中风后 石正生决定延续父亲的始业 我叫他从事手工吉他 从我爸开始 我爸是做很久了 然后现在是换我做 台湾现在从事手工吉他行业的人不多 所以做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古典吉他和米雅吉他不一样 会做古典吉他不一定会做米雅吉他 他每一种吉他不一样 全台大概做吉他剩两三个 手工的 机械化的和机械化的 力械化也还有 从小就要帮忙做 比较换我负责的话是我退伍回来 大概十七八年 现在都我负责 我爸中风之后 他就没办法做 现在都我在做 要做一支好吉他也不是很简单 除了要有一身好功夫以外 也要有相当多的时间 有时候为了要等木板变软 一等就是好几年 手工吉他机器叫吉他 手工吉他不是固定的 你想做什么吉他 你高兴做 要做很便宜的几千块 很贵的十几万都可以 看你怎么做 你只要技术过都可以做 然后他比如说他上漆的话 像画图 漆不是一种漆 漆的世界很复杂 跟小提琴说 乐器都一样 他的声音都是在漆 在调整声音 你用化学器 用混合器什么的 他都可以做 像画图 每次做出来都不会一样 石正森也表示 制作其他的日子 无声甚有声 虽然每天做着同样的事 一日复一日 但是从工作当中 也让他找到人生的成就感 IRD 中文字幕——YK